好 大家早安 從下午時間 我們持續帶您關注的就是 俄烏交戰 現在持續至今已經100多天了 那麼這個歐盟也加緊腳步 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 來召開峰會 要對俄羅斯啟動的是第六輪的制裁 歐盟的峰會主席米歇爾 昨天證實說 將對俄羅斯三分之二的 進口石油來實施禁運 並對75%的俄國石油 造成立即性的影響 而到年底這個影響規模 可能會達到90% 他們就是想要藉此來削弱 俄國的最大資金來源 除了石油之外 歐盟還同意將俄羅斯最大的銀行 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 踢出Swift 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 是東歐最大的商業銀行 擁有2500萬私人客戶 還有130萬的商業客戶 以及有將近2萬間的分行 在俄羅斯的金融領域 是處於領先的地位 而歐盟的制裁 又將會給俄國的企業 還有民眾 帶來的是巨大的影響 那麼俄羅斯日前是大秀武力 成功試射告石極硬素飛彈 之前也傳出說美國正在考慮提供 烏克蘭先進的遠程火箭系統 但是美國總拜登否認這項說法 而拜登美東時間27號的時候 他也向美國的海軍軍官學校 畢業生發表演說 他表示說 在他當選總統的那晚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電話當中告訴他 民主體制不可能持續下去 最後會是專制主宰世界 我們也一起來聽 他跟我說過很多次 他說民主黨在21世紀 民主黨的民主黨的民主黨 民主黨的民主黨 事情變得這麼快 民主黨的民主黨的民主黨 有一個認證 它會花時間 而且你沒有時間 但是他錯了 拜登在演說當中 是以俄乌戰士 證實了他的主張 他表示說 在他向全世界 提出要制裁俄羅斯的時候 可以看到的 不只是北約國家 就連五眼聯盟的國家 還有部分的東協國家 都跟進 從這點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世界不再是 以地緣政治的關係 來劃分的 而是以價值 他也說當普丁 企圖讓全歐洲芬蘭化 迫使各國保持中立 但最後是逼得 歐洲北約化 而現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最近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雖然說他沒有指名 中國大陸 但是他提到說 亞洲現在有國家 要藉由武力 來片面改變現狀 並表示說 就算是美國 也沒有辦法 憑一己之力保護自己 所以更應該考慮的是 集體自衛權 而針對岸田表示 將大幅增加 國防費用一事 雖然說朝野 現在是支持的 但是也有議員 是提出質疑 認為說現在增強的 國防費用 恐怕會加重國民的負擔 三千三百名路上自衛隊成員 已經三十六輛戰車 裝甲車 實施年度最大規模 實彈射擊演習 漁音運輸機 更是首度參加 這次演習目的應該是強化日本西南群島的防衛體制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雖然都沒有直接指明大陸 但他不斷強調印太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更在日前 接受日本雜誌專訪時 表示現在在亞洲 有關方面 正在憑藉武力 單方面改變現狀 這也有可能對日本安保造成重大影響 他也補充在擔任外相期間就感受到 連美國都無法憑一己之力保護本國 所以更必須認真考慮集體自衛權 岸田也在美日峰會上宣布 會增加一定程度的國防費用 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已經完成大幅增編 防衛預算的建議 並預計在五年之內 把防衛費用提高到GDP的2% 與北約同步調 朝野人士和民眾也大都表示理解 不過也有反對聲音 表示增加防衛費用 必須透過增加消費稅 或是其他預算來達到目的 此舉恐怕會大大增加國民的負擔 記者 廖安宇綜合報導 放在巴黎羅浮宮的世界 名畫萌娜麗莎的微笑 居然遭到一名男子攻擊 好 這名男子 他常喬裝是坐在輪椅上頭的富人 靠近畫座的時候 就突然是把蛋糕砸向畫座 而且還在上頭狂摸奶油 所幸在防彈玻璃的保護之下 這名畫是沒有受到損傷 好 根據報導 這名男子他喬裝著 是坐著輪椅的婦女 在靠近畫座的時候 突然朝蒙娜麗莎的畫座砸蛋糕 而不僅如此 男子還試圖要破壞這玻璃 並在上面狂摸奶油 但是防彈玻璃的保護之下 畫座是沒有受到破壞的 這名男子說他是要宣揚環保理念 才會這樣做 而他在被警衛驅趕的時候 還在地上撒了玫瑰 再關注的是日本睽違兩年 解封外籍觀光客 並在6月10號的時候 要開放團體遊客入境 當局就事先以實驗性的性質 來示範小型的旅行團 為放寬限制先做暖身 但是上路三天而已 就傳出有一名泰國的團客確診了 而這名旅客他所屬的觀光團行程 也緊急中斷 確診者的同團旅客 現在也被迫要留在旅館當中來隔離 日本觀光大解禁 虧違兩年宣布 6月10號起開放團客入境 目前已經有幾組 實驗性質的小型團客 全日本爬爬走 卻今傳有遊客玩到一半 驗出了陽性確診 四人一組的泰國級遊客 參加五天四夜觀光行程 一行人在27號從泰國抵達福岡縣 29號預定在大分縣內觀光 30號上午其中一名遊客表示喉嚨痛 身體不舒服 進行PCR檢測 結果是陽性 被緊急轉送隔離設施 而其他三名遊客PCR暫時陰性 也被送回旅館隔離 整團形成喊咖 到底是在泰國染疫 還是入境日本才染疫不得而知 事實上日本事辦小型旅行團 共有美國 澳洲 新加坡 泰國 四國15團總共約50人參加 條件之一就是必須打滿3劑疫苗 不過日本街頭隨便一拍 沒戴口罩的幾乎是外籍面孔 一名英國遊客才踏出飯店 就被導遊糾整叮嚀 日本大局開放各國遊客入境 顯然危機重重 台灣也被列入低風險國家 入境免隔離就能團體旅遊 只是這回出現了燃疫者 是否會影響6月放寬團體客行程 日本當局恐怕也陷入兩難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